50多名民主派人士早前因为参与民主派初选被捕 今天提早去各个警署报到 有消息说他们可能会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 新界东初选参选人阿布泰国生活百货创办人林景南 在太太的陪同下前往马鞍山警署 我自己在这几天都不断安慰我家人 我最主要就是跟我家人说我没有做错过事 我没有做过任何违法的事情 所以就算到最后是会去到一个被起诉 甚至乎去到一个监禁的结果的时候 我自己都是问心无愧 参与新界东选区初选的社民联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 去牛头角警署报到 其实选举是一个公民应该有的权利 没有人应该因为这样行使这个权利 这个权利受到这个几个几个一半 负责协调初选的东区区议员赵家贤在北角警署外表示 感谢香港人的关心希望大家保重 警方下午表示 47人被正式落案起诉 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 将于3月1日早上 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 另外8人暂时没有被起诉 新唐人记者张晓慧香港报道